Good morning class 四年级的天地 然后来往下看哦 我们今天要教你用这个 网路的电子翻翻书 来做复习 这个连结老师都已经给你了 那这个电子翻翻书呢 是由这个我们课本的书商 所提供的 为了这一次的疫情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可能 突然停课 然后呢课本习作都没有带回家了 所以就是书商提供你这个 跟课本习作一模一样的 翻翻电子书 好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你可以看到呢 跟课本长得一模一样 那老师来教一下怎么使用 那首先呢你打开这个 右下角有这个Full Screen 就是全荧幕 全荧幕 好全荧幕 好全荧幕 然后呢你就按这个箭头 next就是下一页 好你看它像翻书一样 好那前面这个如果按下去就是previous 就是前一页 好那我们要来复习Uni3啊 这样子翻好像太慢了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这里 Thumbnails 就是在左下角的Thumbnails 好点进去 你看你可以用这样子滑动的 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还是太慢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直接输入页嘛 输入页嘛 那Uni3在第几页呢 你又不知道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ntents 嗯 contents在比较后面耶 好我们这前面都是review啊 这都交过了 好在这里contents就是目录 那Uni3是39页嘛 好但是因为你看哦他这个 他这个网络的电子书呢 他的这个页嘛其实还包含前面 前面就是刚刚那一些老师翻过那一些 所以你看他这边已经是第12页跟13页了 所以如果我真正的纸本的课本是39页 所以你大概还要再 哦再加个几页呢 还要再加个十几页呢 好那我们给他输入假如说49页好了 输入看看 哦 诶差不多了你看这边是review1了 好 再往后翻 诶 Uni3 好 Uni3 好 那这个story呢 我们上礼拜已经给你复习过了 就是再让你看一次这个story的影片 那你看哦 他这个 网络分分书呢 他毕竟不是电子书 不是我们上课看的那个电子书那么 那么功能那么齐全 但是他还是可以让你听到一些声音 好像这个按下去就会有课文的阅读的声音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单字 那复习单字你觉得这个字太小你可以放大 好你看可以这样放大 page 40 story b listen and say 请翻到课本第四十页 单字 now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仔细听并跟着念 bat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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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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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ing room dining room kitchen kitchen living room living room 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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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但是他没有办法像电子书会这样子有变颜色指给你看 所以小朋友你要自己指好不好 手指头指着跟着念 ok好在家里做这样练习 好我们刚刚大概就是复习完了unit3的单字 那老师问一些问题 嗯 有哪两个呢 呃 家里的一些房间的单字是 这个单字其实是两个字所组成的 两个字中间有空格所组成的 嗯 记得吗 dining room 跟living room dining room 跟living room 中间有个空格 而且他 你看他前面是dining in 后面是ing in 然后这是living in ing in 那之前老师讲过 因为这个dining它原本是一个动词 dine 好 那加上ing 好 那这个live本来也是一个动词 那去掉e加上ing 好 它其实都有一些关联喔 其实背单字的时候 以后你会慢慢的发现它 呃 跟其他的字会有关联 好 那这两个字要记得空格喔 嗯 嗯 那再来bathroom th 记得 因为bathroom跟bedroom 小朋友都好像会搞不清耶 bath 洗澡 前面这四个字母是bath 洗澡 好 那这个bathroom 前面这三个字母bed 是床 好 就是睡觉的地方 地方寝室 ok 好 好 那这个 我们的单字先复习到这儿 好 那我们来看句型 把它放大 好 句子在这儿 好 那这一刻呢 就是主要就是 嗯 问说 你在哪里呀 某人在哪里呀 然后呢 在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家里的各个角落 好 怎么描述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句子 page 45 language focus 请翻到课本第四十五页 句行 b listen and say 仔细听 并跟着念 where are you i'm in the bathroom where are you i'm in the bathroom where is danny he's in the dining room where is danny he's in the dining room where's danny where's nicky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where's nicky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好 来 你看喔 有两 两个 呃有三个不同的人啊 我們來看一下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問你唷 Are you? 那回答I'm I am的縮寫 I'm in the bathroom 好 都是in 在哪裡呀 在哪裡 都是在那個空間裡面用in 好 這是第一個 是問你唷 好 那 第二句跟第三個問句就是都問別人 Where's Danny? 好 那 這是人名嘛 那你就要分辨呢 他是男來女的啊 男生 所以就說 He's in the dining room He's He is 的縮寫 Alright 那剛剛忘了講 Where's 就是 Where is 的縮寫 好 這裡有 Where is 的縮寫 好 那第三個問句 Where's Nicky? Nicky 這個人名 這個人 他是男來女的 女的 所以你就回答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She is 的縮寫 對吧 OK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複習一下 Phonics 順便講一下daily talk daily talk呢也很重要喔 這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用語 那小朋友一定要 要用 因為他就是日常生活中常常會用到嘛 好 來 我們來複習一下 page 48 daily talk 請翻到課本第四十八頁 日常用語 現在請仔細聽 現在請仔細聽 並跟著念 wake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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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是要每天早上那個起床叫人家起床起床的wake up嗎 不一定喔 就是他睡著了 你把他 那個叫醒 就說wake up wake up 醒來啊 醒來啊 所以不一定就是那種晚上睡覺早上 早上才叫人家起床那種wake up喔 當然你早上叫人家起床也可以說是wake up 醒來啊 那如果像他這樣子喔 白天呢睡著了 你也可以這樣喚醒他wake up wake up 好wake up 等等啊 休等著了呀 有沒有wake up 叫人家等等 等一下 國語說等一下 可是英語只要一個字wake up 好 alright 好 這樣要記住喔 期末考會考 alright now let's move to phonics review 我們來review phonics time 好 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歐阿 對吧 歐阿 三年級學的這一個牌都是阿 歐阿 那就怎麼唸 呢 at not what is not 不 不 ok and this one up hop hop what is hop 單腳跳 或者是那種小動物的那種 蹦蹦跳跳 ok 好那加了一個silent e 不發音的e 好那中間有空一個字母 o space e呢 pronounce o o space e o就是字母 字母o 好字母o 那個名字的音 好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not 那這個呢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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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note 筆記或者是小便條紙 and this one nose 好知道是這個這個 and 這個是hop 那這個呢 hope what is hope 好這個是抽象的字喔 抽象的意思喔 hope 他想要考一百分 希望 希望 i hope 我希望這個covid-19趕快走啊 我們希望這個武漢肺炎這個疫情趕快走有沒有 hope and this one 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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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n-o's nose 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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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pace E O N oat note O hope N o's nose R o's rose 好 那如果你想要再看一下拼读魔法师 好像这边也可以看 虽然这不是我们上课用的电子书 好像也可以看 好小朋友你自己看 复习 好来再来 念谣 好我们也来复习一下 那这个念谣呢 这些句子的意思跟这个图片有关系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请小朋友跟着念 Page 51 请翻到课本第51页 B Listen and chant 仔细听 并跟着引诵 Tom can hop Bell can knock Tom hops to a Tom can hop Bell can knock Tom hops to a rose He smells it with his nose 他会单脚跳舞 Bell can knock Bell can knock Can knock 因为有个nut 那Bell不会 Tom hops to a rose 他就跳向这个rose 然后呢 He smells it with his nose Smells 谁记得什么意思 Smells 他看图片就知道啊 吻对不对 他用他的什么吻 鼻子吻 With his nose 用鼻子吻 All right 好 那小朋友我们就先复习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要做很多review to的这种活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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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